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全天的大盘 总体来说今天指数表现不错 直接收出了一个阳包阴的形态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昨天指数确实是洗盘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怎么看呢 我们还是来理性分析 首先我们讲第一点 创业版创出了近六年的新高 可以说创业版走势今天是最强的 特别是我们看到包括电池啊 另外科技啊医药等等都出现了上涨 导致整个创业版指数大涨 那么整个创业版指数呢 今天算是突破了春节之前的高点 可以说走势非常强劲 那很多人就关心了 指数涨这么多 后面会不会冲高回落呢 毕竟有的时候下跌的时候 大家担心继续下跌 上涨的时候呢 又担心涨上去之后会不会快速回落 我们不需要考虑其他那么多 只要记住一条趋势的力量 因为我们知道指数呢 是由主力影响比较多一点 主力呢 由于它的资金量比较大 它才影响的比较多 既然是资金量比较大 它无论是进去还是出来都需要很长时间 那么从趋势线当中 我们就可以明白出来 我们前面跟大家讲到 它有一条趋势线 那么是不是沿着这条趋势线呢 非常标准 没有比这更标准 更容易的技术走势了 你到美股 包括港股当中 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么简单的技术走势 其实大家在A股当中啊 做投资其实非常容易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如果在外盘当中 大家面对的都是一些专业的投资者 搞不过人家 那么在A股当中有大量的散户 虽然说我们自己也是散户 但是其他有很多散户 根本就不懂技术 什么都不懂 可能只知道怎么去买卖 其他的什么技术指标 包括怎么去看的财务分析都不懂 那么如果大家多学习一点 看懂了这些技术指标的话 就能学习到了 所以啊 目前后面指数到底是冲高回落 或者说冲到什么 为什么不去考虑 只去给他画一条简单的趋势线 只要趋势不破就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在高位长时间不突破 也要注意 也就是说 如果说在上冲过程当中 高位老是不长了 那就要注意了 因为什么 老是不长了 在高位红盘时间长了 主力就能够做到一点出货 也就是说 如果说主力出货的话 才有可能大幅回落 比如说在春节期间 当时的话 他也是两次都没有突破 形成双顶 直接就结束了 对不对 非常简单 那么再回到上证指数 因为我们看今天上证指数的话 走势其实也不错 也是一个羊包音 考虑到整个上证指数当中的大权重多一点 而我们看到今天上证50表现的不如踹满50 所以大票今天表现的弱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 在这个位置 他不急于突破是好事情 如果说上证指数今天大涨了之后 那明天再大涨一下就结束了 慢慢磨 给一些小盘股多涨一点 大家可能赚的还多一点 非常好理解 那整体我们首先看一下上证指数 今天的这个日线级别的形态 他走出的是一个向上的一个修复 今天回踩了20周期线 直接站上了五日线 既然站上了五日线就不要想太多了 对不对 那站上了五日线 短期就是多头占优 如果说实在看不明白 因为两根K线在一块 你还是可以切换到30分钟级别 30分钟级别非常明显的 在今天的话基本上 前期回落了之后 在这个支撑位置附近下不去 下不去 那最终的话上来了 那么你仍然可以给他画一条趋势通道 无论你是看30分钟或者说60分钟 他都是有一条趋势通道 只要趋势不破就没有关系 趋势破了就闪人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市场当中 实际今天的情况 整个分时图当中 我们看到今天指数走出的是一个 三浪的震荡上升 为什么这么说呢 早盘一开始就拉了一下 拉了一下 然后回落 后面再拉一下 再回落 尾盘再拉了一下 刚好三个 这三个和昨天是对标的 我们昨天跟大家讲是洗盘 其实也不是无缘无故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说你看技术形态 包括我讲了很多原因的话 你可能不懂 但是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的 你可能一听就懂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两日分时图 因为我们说到昨天指数是洗盘 既然是洗盘就需要很多散户害怕 要不然洗谁呢 那么他就容易展开波浪形态的下跌 第一浪的时候到底卖不卖 到第二浪的时候 还有些人坚持 到第三浪的时候 很多人扛不住了 最终在低位交给主力 这种波浪形态呢 和艾瑞特的波浪形态不太一样 这是我自己的课程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相信大家看完了之后呢 会受益匪浅 这种波浪形态啊 其实在A股当中非常多 这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A股的话 尽量还是做一些波段 它有大波段 有小波段 怎么去判断呢 除了指数技术面 包括消息面 资金面等等都要去看 这样才能够提高胜率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市场 今天实际的情况 因为今天市场的话 我们看到啊 它走出的是一个震荡上升 小阳线啊 这是个上阵指数 当然创业板是大阳线 那么在这个上阵指数 我们单独来看的话 今天市场当中 上涨的加速有2000多加 另外呢 我们看到今天涨幅超过3%的 有将近500加 特别是涨幅超过7%的 就有145加 可以说达到了近期的新高 市场当中热点效应非常明显 特别是赚钱效应也比较好 那么第二点 我们再看今天成交量啊 今天成交量呢 只有9400亿左右 这个量是缩小的 为什么缩小呢 今天北上资金没有进来 正常北上资金一天的成交额 现在啊 与昨天为例的话 昨天北上资金成交了1060多亿 那今天的话 少了这部分资金 今天少了这个点成交量 也是正常情况 而且今天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啊 资金面不回也正常 到了明天呢 资金将会大幅缓解 所以呢 后面的市场 我们还是那句话 不用过于担心 真正等到出现顶部信号的时候呢 我们会在这里跟大家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整个市场板块方面的情况 板块方面呢 今天啊 表现不错 最主要的是 我们看到涨幅区前的 就是半导体 半导体是今天导致创业板 创新高的主要原因 因为半导体涨了之后呢 原器件跟着涨 包括其他的一些 跟科技相关的 那么今天的很多大长腿 20厘米的大长腿 就是由科技贡献出来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包括电器仪表 工程机械 另外很多啊 通信设备软件服务 这是跟着科技走的 另外呢 还有一些周期股 另外券商今天也出现了不错的表现 券商能不能继续向上是关键 因为指数要想突破 成交量要想放大 春江水奶压限值 如果说指数要突破的话 券商大概率会先行 那么这个位置 至于他什么时候突破呢 暂时还不知道 就像我们的判断一样的 明天指数到底是涨和跌 其实呢 判断难度非常大的 我们只能说 在未来指数大概率会向上 因为现在趋势是好的 明天之所以涨与跌的话 我们只能通过各方面因素 判断大概的情况 考虑到时间因素等等 明天大概率会收红 那么后天是怎么样呢 这个很难判断 所以我们只要大的趋势 在小的趋势呢 我们再利用一些短期的波段 做一些波段 下跌过程当中好啊 下跌可以降低成本呀 赚筹码嘛 对吧 上涨过程当中赚钱呀 你只要大的趋势 小的趋势当中了解了就行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情况 总体来说呢 商品期货今天波动不大 都是小涨和小跌 表现比较好的呢 主要集中在护仙 尿素 宗酮 本乙锡等等 另外农产品为代表的豆油 包括生猪啊 其他的豆一豆二等等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另外还有一些周期性品种 包括护镍啊 不锈钢啊 等等都出现了上涨 那整体来说呢 分化有一些明显 虽然说有涨有跌啊 周期股呢 也有下跌的 也有上涨的 农产品呢 也有上涨和下跌的 那基本上影响不是很大 我们就不用过多考虑了 最后呢 我们对于市场做一下总结 短期市场 情绪各方面都不错 满上的就是下半年了 相对来说下半年资金要缓和一点 因为这两天是上半年的最后两天 资金面会有一些压力 到了下半年呢 银行的资金呢 又会重新出来 大家也知道正常银行 大概有额度 那一般情况下呢 7月份的前面半个部分呢 总体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大家可以慢慢研究 等到不能突破 或者说出现顶部信号的时候呢 咱们再说 好 我们今天大盘就到这里 祝点赞者 天天找你满 大家再见